亲爱的朋友你好,大家都是有缘之人,如果可以的话,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林泽徐死得其时死得其所 1841年5月1日,林泽徐接到道光地要他离开广州的处分,赏给四品清钱,训即迟一钱赴浙江听候御址。 5月3日,他就说是行装,奔赴前线,但是他身在浙江,心在广东,广东战士的命运,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 主和派气善事到了,广州的后任们,竟以将军一山,参赞龙门,参赞杨方,那可全是凤凰命而来的主角派。 但结果很惨,广州战败还签订了广州合约。 广州战败,道光火器首先发到了林泽徐与邓廷真身上。 6月28日,道光下狱,前任梁广总督邓廷真,旅任多年,谢朵英勋,不加整顿,锁舍排列,空废前两。 全无实用,前任梁广总督林泽徐,经震特给钦差大臣官房,办理广东事件,既复令其实寿总督,全省军务,接其统家。 既致兵丁染席甚深,便应多方殉岛,勤家练习,其余遗物也当得微并用,控室得宜,乃办理书为妥协,身负责任,诸格取四品清贤,均从众发往一礼,效力赎罪,即有各该出其界。 从道光的文字里,我们能发现,道光对邓廷真的怨气,仅是嫌他锁舍排列,费钱无用。 而对于林泽徐,道光的着眼点仍在兴起林泽徐之认识上,认为他没有得微并用,控室不得已。 1841年7月14日,林泽徐满腔悲愤,从浙江镇海启程,1841年8月,路过镇江,与老友魏元相见。 想起十年前在轩南诗会上的包衣博代雅各头虎,再想想现在的遗物纷扰罪臣之身,当然是感慨唏嘘,不能自已。 这次相见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林泽徐把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周制及有关材料交给魏元,让他继续编著。 之后,林泽徐继续前往新疆,魏元回到扬州闭门谢客,发分著书,编究了50卷本的海国图纸,1843年初刊,1847年刊出60卷本, 1851年刊出100卷本。 按说,海国图纸写成后,最先反映的应该是林泽徐,但奇怪的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 不知是林泽徐早已忘记此事,还是听说后不予重视,甚或本有表示,但资料无从找到。 林泽徐抚新疆的路上,拐了一个弯,黄河在开封墙扶绝口了,林泽徐既有志和经验,又写过有关水利著作,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了。 于是,刀光一指诏书,把林泽徐改发开封效力赎罪了。 与此同时,黄帝卓素来看重林泽徐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降服督办合工。 林泽徐与王鼎合作愉快,林泽徐甚至希望合工一晚,自己告老还乡养老去。 而王鼎的意思,是希望借合工之事,按往常惯例,对林泽徐论功行上,不能重新启用,至少可以将功者罪罢。 但是不愉快的消息从前线不断地传来,英军扩大了战事。 敏,这战事失败,林泽徐的好友遇迁身亡,易经的大反攻也宣告失败。 道光的怒气仍然发在了林泽徐身上,大地胜利合口的同时,道光新的遇职也下来了。 卓林泽徐继续前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1842年12月10日,经过一年近四个月的奔波,林泽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冲军地,伊犁回远程。 前来迎接她的是曾经的战友,现在的难友,一同发往伊犁献她半年赶到的邓廷真和伊犁参赞庆辰。 在两人的陪同下,林泽徐到伊犁将军布燕泰处报了道,布燕泰给林泽徐的差事是仗良相处事。 但林泽徐作为男人,不耐寒冷,静致体弱多病,不能逝世。 在布燕泰的观照下,林泽徐干脆不是公事,专作修养了,和邓廷真等难有赢个师,做个妇,下个棋,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1843年8月1日,孝丽伊犁的邓廷真被道光皇上加安释放入关,这触动了林泽徐的私规之情。 他私下理算计,邓廷真比自己提前半年到达充军地,那么自己的归期当在明年春夏。 伊犁将军,布燕泰等人更是力邀林泽徐搬到邓廷真原先租住的余所去,说,这三四年来,住此屋者都被召回了。 林泽徐遂搬住进去,但等来的不是加安入关,而是另往南疆开荒去。 能被皇上想起,并被启父使用,对林泽徐来讲,也算是一个惊喜了。 那就开荒吧。 就这样一开两年,1845年10月29日,道光皇上降旨,同意释放林泽徐,着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后补。 12月20日,兴冲冲赶到玉门县的林泽徐再次接到道光于旨,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带先行属里闪干总督。 看来道光不想再看到他了。 1846年8月,林泽徐改任陕西巡抚。 虽然世路复兴有望,但林泽徐病体难知,一直想告老还家,还想去北京看病,但是皇上不准。 1847年,道光又让林泽徐担任云贵总督,从陕西再跑到云南,林泽徐的身体折腾得够呛。 1849年10月,林泽徐请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 1850年4月,林泽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 此时他的故乡正在沦陷之中。 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几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 英国驻福州首任李氏李太郭前来福州设立领事馆,但认为城外房屋条件太差,提出去城内租住白塔斯。 此时刘运科接任敏哲总督,福建部正式徐继社办理遗物,两人密伤,合约类所谓的城邑细间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知准其在城外开馆。 于是,两人暗中受益时深,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内。 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毕时到福州访问,对此提出抗议,刘运科怕违背道光皇上民意相安的指示, 加上李太郭于1845年1月四项城内乌石山鸡翠寺租住城内房屋,福州市深并无动静,更无一人出面阻止。 所以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徐继社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为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宜商区住城外港口,并且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 双方这样交涉,也算有话好好说,但是,民仪相安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民仪砸住一块,醉意起冲突。 先是福州民人林森森与英人阿金的冲突引起群殴,后是民人误打英商级联和他的通事,再是通事碰破了民人的酒瓮,民人前往商馆平里,通事释放鸟枪恐吓,却误伤两个行人,民众涌入商馆,欧伤黑人一鸣,哄抢洋人货物,一切都乱套了,政府出面查办。 民众认为官方将就移情,流运客官升顿简,甚至有人画漫画,留在巷中被疑人淡使,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有人王清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泽徐,说,疑人入城,福州干脆成兴骚之枯了,徐几舍曾向联合侍身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 如果有义人有声望,有方略,是官民都听他的,义人可能就老实多了。 不知王清云是否把林泽徐当作那有声望,有方略的人了, 但知林泽徐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称写了信,说,海滨急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酣水于旁,人心何能安定? 可见,林泽徐是反对英人入城的。 待林泽徐回到家乡,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官翻译, 代理领事金之尔代传教士扎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 侯官宣令兴连为家拒绝,在租约上给其盖印。 对此,林泽徐不想沉默,联合士绅书写工程质问侯官宣令兴连, 并善写工企则侯官宣转之一贯。 在后一封信中,林泽徐下或英人,福州十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 组织一迷一勇反对英姨入城的。 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一人手机的小字报。 面对这种恐吓,金之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 徐几舍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姨,不但无意,失控有损, 随哄英姨到城外居住,哄书怨声同物再给自己找事添乱, 并且密派兵役,与神光寺附近攀押巡防, 防止民众突然来个杀一大行动。 林泽徐呢,联合士绅尚书徐继舍, 要求调兵眼炮,招募相拥,备战备荒。 徐几舍当然要拒绝了,林泽徐无官义身轻, 但是徐几舍吃不了就得斗着走了。 作为福建部正史, 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数开放的五口之列, 两地的遗物稍有差错, 他吃不了斗着走。 与林泽徐一样,徐几舍首先是个清官, 其次才是个能力。 特别是对官吏地方遗物的他, 道光曾专门交代过, 不可置身一信, 亦不可稍负民情。 总期民以两安, 方为不负将计。 乖,又是一个两难选择。 所以,林泽徐所提议的调兵眼炮慕勇, 等对外挑衅的姿态, 徐几舍不同意。 他没想到, 退休在家的林泽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音, 活动开了。 林泽徐古栋在京的福建及官僚, 让他们通过严官与皇帝对徐几舍施加压力。 林泽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 在他的忽悠下, 汉林苑师读学士孙明恩, 胡广道御史和观英, 功课几十中林阳祖纷纷上书, 弹劾刘运科, 徐几舍庇护汉奸, 不知史何居心。 京城这么以施压, 新座皇上的贤丰, 随即数次发育指责刘运科和徐几舍 详细汇报福州的事情, 徐几舍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泽徐搞的鬼, 但人家是革命元老, 自己在官场上出道不久, 涉水不深, 弄不过对方, 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 说, 巨身林泽徐, 亦在孤明, 急于驱逐。 而自己的意思是, 目前英姨正在挑衅生事, 我们即使反对英姨入城, 也得从缓图之, 背地里图之, 免得给英人提供借口, 招致英姨来功, 则大为师计。 至于刘运科, 在给咸丰的作对中说的更是干脆, 陈于徐继舍不肯调兵眼炮慕勇, 有为束身之意, 即远近传步。 而严实者, 胆知警官丧子, 不顾安慰之大局, 最后向皇上表态, 自己断步为喜师孤明之束身所摇火。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徐继舍当然是对的, 就连杨国珍先生都认为 林泽徐的方式是简单, 落后和低级的。 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 福州也开放了, 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 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 但是, 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 历来是战赏风的。 所以, 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 认为林泽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 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 这话有意思, 似乎徐与刘的对策, 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济舍与林泽徐较劲的当口, 天朝有更大的大事了, 红、杨韵酿启示了, 清政府也感觉到了。 1850年10月17日, 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泽徐为钦差大臣, 前往广西荡庭群仇。 虽然这个时候的林泽徐已病得不轻, 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都府大吏, 他与刘韵科一样明白, 让外避嫌安慰。 所以他不顾病体难知, 欣然应命。 11月1日, 咸丰玉址到达福州。 11月5日, 林泽徐就启程了。 22日, 林泽徐因吐血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 潮州普宁县, 先封下赵敬赠林泽徐太子太父, 赵总都立次序, 任内一切处分, 惜于开赴。 史文中, 一些多情之人猜测, 林泽徐起父后17天就死了, 肯定是汉奸害的。 说林泽徐林死前大喊兴斗南三字, 按福州方言兴斗南乃兴斗兰。 而新豆兰在广州十三行附近, 按林泽徐增孙林兰曾的分析, 广东十三十三行行商们, 乃是一例者, 特恨林宫, 怕他重来使坏, 故买通除人, 使之锦巴豆汤, 林宫于是病泄不已, 尾顿而死。 更有人直接点名, 最恨林宫的, 乃是行商商总武家, 听说林宫赴都月时, 巨孔, 岁前亲信呆巨款贿赂林宫处人。 还有人说, 林宫教子的扶手上, 魔有巨度。 我觉得这些猜测毫无根据。 如果林宫所喊确实是新豆兰三字, 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 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搏家的医院。 前面说过, 搏家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兰街, 一直被人称作新豆兰医局。 搏家曾给林泽徐志过善气, 疗笑甚好, 何况智谢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 康熙皇上拉肚子, 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 至于杭商故人谋害林宫, 更是不可能。 鸦片战争结束后, 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 废弃十几年了, 哪来的行商? 武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就伤了, 且由于和西人的亲密关系, 一直被地方当局以为遗物的得力助手, 与林宫为敌呢? 再说了, 林宫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 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 还能像当初做梁广总督那样, 跟广州航商过不去呢? 所以, 凶杀案不成立, 自己累死的刻意成立, 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官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真是就航商们干的, 那么他们倒让林宫避免了一个坏名声, 否则平邻则序的忠诚与能干, 他一到广西, 霹里啪啦的霸虹, 洋干完了, 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贵子守名声, 因为比清廉, 忠诚与能干, 曾氏比上林宫, 那是毫不逊色, 相反, 功劳还比林宫大了些, 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 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 原因就在于, 他镇压了太平天国, 一句话, 如果林宫不死, 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 后人还会带给他吗? 所以, 林宫死在半路上, 那是死得其所, 好歹跟其善一样, 英宫殉职, 死得及时, 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 民族英雄的光环上, 没落下大片的阴影, 何其幸也?